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安卓自定空间的视频教程 我是明德主任老师托比 上节课我们一起讲了一下 滚动最面顶部挑战一个案例 我们这节课来继续上一节课 有一些需要补充 还有需要优化的东西 大家看我们的项目 什么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先来跑一下吧 直接跑一下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调整 直接运行一下 好了 跑出来是这样一个效果 看这两个标题文字 不太明显 然后我们的这个head 高度好像太低了 我去给他们设置一下文字的颜色 这样看起来明显一点 都设置为白色吧 head需要设置一下 我们看一下高度是否太明显 我们给他加一点 再来试一下 好了head 标题 标题 标题名字没有生效 标题颜色没有生效 这个 安卓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它这个 这个运行的时候 这个快速运行 有个闪电的标志快速运行 有时候它这个布局 不一定就会 生效 有bug 这是被盖住 这是被盖住 有这样的情况 那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headway的高度是写的px 这个一般来说是 项目中不会这样写 我们都写了多少dp 比如说我们写200dp 200dp的话 到时候出来我们在这里 因为都是根据px来计算的 我们需要给它转一下 我们加了一个函数 dp转px我就直接拷贝了 我们看到它这个高度 显得是200dp 我们要把这个 首先我们是要拿到 这一个headway的高度 如果比较好的一种做法 就是我们拿到它的高度 拿到高度之后 然后再把它从dp转成px 我们现在先拿到它的高度 比如说以后我们不管 它这个head 这里面设的高度是多少 无所谓 你随便设 设置之后 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是 拿到你的高度 现在这样是 这个就不用转了 这个就不用转了 因为这个拿到的高度 直接就是px 所以用255来处于高度 所以用255来处于高度 其实这个都不需要了 把主持的 你随便设个高度 然后我这里的高度 然后我这里去取逆的高度 然后我来处 大概就这样子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来跑一下看一下 好 但是大家发现问题没有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标题没显出来 感觉被盖住了 是因为我们这里 用的是相对布局 然后它没有这个相对布局的话 你这个在同一个位置的话 后面的空间会盖住前面的空间 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样写 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样写 掉一下 再来试一下 标题一直就到这里了 那它随着滚动 然后渐变 对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可以设置托付8进来 也可以设置headview headview的话 我们也可以改成从外面传过来 当然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head的话 如果超过255会有问题 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思路大概就是这样 翻三个步骤 第一步拿到listview的滚动事件 滚动事件 unscrew 拿到高度的变化 head 这个head的top 它的变化 然后根据高度变化 设置顶部条的背景 这是设置设置的下方的透明度 我们的这个项目大概就是这样 嗯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